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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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讀大學最重要的意義之一 是學會自助學習 找到認真方向 很多大學生當大學畢業的那一刻 就把所有的書都賣了 都丟了 都燒了 然後從事告訴我自己說 我終於可以不用再讀書了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那我覺得 今天大學可能就白讀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大學生 應該要多練習 知道怎麼樣去找到答案 怎麼樣去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 怎麼樣去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看的書 就是讀大學最重要的意義 學會自助學習 那第二個就是找到人生方向 這四年是一個 你思考未來最好最好的過程 如果你這個時候不想 有太多的大學生會研究生 在畢業內科跟我的平老師 我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 因為你沒有真的很認真想 你一直隨便想想 想說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 這個以後其實很快就會到 你越晚去面對這件事情 你未來可能受到的 挫折感可能是越重 你越早花一點時間去寫去思考 去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寫下來 可能找到你人生方向的機會就會越高 那我希望大學生可以好好加油 你越來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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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開始點 第一個要問的是 你是誰 你是誰 其實問這個問題的意思就是 我是在做真的 而不是做假的 老闆自己搞得不像自己 那是不行的 那個時候我就是 那讓別人生死 最好就是 你是誰 就是什麼 然後好好去看你自己是什麼 然後把你自己那個厲害的抓到 這樣就變得很厲害 那我覺得你一樣 所謂的理想 所謂的信仰 所謂的核心 就是說 好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但是 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達成什麼 你要有方向 我覺得大學生活 其實我不是覺得講兩個大的方向 就是我們到底是學skill還是學idea 你是理想還是技巧 你在大學訓練的不是一個打字 不是一個英語書籍 大學是一個思維 它是開拓你的什麼想法 如果你把所有的大學教育 都化約成為是一個技巧性的東西 而沒有在你整個思維上的一個提升 我覺得那個本身則是一個失敗 然後第二點 我要覺得 我是覺得 每一個大學生都要想辦法 你每一年給自己的目標 你能不能夠提升你自己 那如果說每一年你沒有給自己的目標 你就回溫後來修課 然後隨波逐流 隨波逐流以後 到大四畢業以後 你不曉得你被水波衝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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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衝別了 畢業以後你發現 你就完全沒有競爭力 不曉得你 對 不曉得你 不曉得 不曉得你 沒有 不曉得你 不曉得你 感谢观看